全民大劇团的谢念祖团长来了 欢迎谢团长 大家好 其实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 我就去找四航倉库 真的吗 好有默契 对我想说那个死守的感觉 跟死守剧场其实还蛮像的 我们说闷锅最高的 最好的境界是什么呢 就是摄影师一边录一边发抖 因为太好笑了 所以他就会抖 那镜头就在那边晃动 越飞赤字 其实你讲的是婆媳问题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越大的痛苦 越能够衍生出人的智慧来 经历过那个东西 人家说那你 你妈妈跟你太太有来看吗 我说有有有 然后呢 看着效果怎么样 对我妈看以后就说 你太太以后不会再犯了吧 我太太看以后说 你妈有看懂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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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岳母就坐下来 让岳飞跟岳云两个人 跪拜三个大岳不孝 让白法人送黑法人 那同时间我们就放满江红 那一场我只跟所有的演员讲 一件事情 就是不准哭 通通不准哭 我说你不哭 观众就替你哭 人爱录6号那封信是我写的 哦就是最后遗失的那封信又回到他的手上 对我写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 我觉得你最厉害最可爱的地方就在于 任何严肃的事情你都可以从里面看到跟别人不同的观点 一般来讲很痛苦的时候我很focus在我的痛苦上面 可是痛苦的时候还要写出笑梗 我觉得这很难 应该这样讲啦 喜剧跟悲剧就是一线之隔 对观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那可能是我本身比较乐观 所以我比较容易以喜剧的角度去看事情 其实很不容易耶 我们之前访问过作家张曼君 他说的一句话我很认同 他说悲伤是本能快乐是本领 也就是说快乐对一般人来讲 其实是比较需要学习的 因为我觉得人生是十之八九不如意 如果我能够让那八跟九能够苦中作乐的话 那人生是不是会很好 其实人生有点就像戏一样 就他一定有起伏他才会好看 所以每当我往下走的时候会想说 这可能是一个低谷接下来就往上转了 这样看起来才会过瘾 不知道就因为常常做戏就 面对自己因为我也是做喜剧的 所以面对自己生活当中的某些困境 就会觉得说那只是某一个阶段 那后面应该会有好事情发生 现在戏剧比较难分说纯悲剧或纯喜剧 当然也是有 但是在我的作品里面我总希望我的戏 就是能够呈现人生 那人生本来就是有喜有悲 某种困境都是另外一个创意的开始 对当有困境来就想说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当你去想怎么办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想出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个模式 你的很多联想它到底是 第一你怎么先去找到这个题目 还是因为你想到了一个主题 你再从历史当中去爬梳这些史料取材呢 常常就是某些人提供某些主题或某些想法 我再回过头来想说我怎么创作 找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用的 因为那是我们生命经历当中没有的部分 其实就必须靠阅读 那历史系列的东西就是你必须阅读 你才知道有哪些素材你可以使用 对那我其实觉得在我创作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读书变成是一个必须的事情 你每读一本书就进到一个世界 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它三四十年 甚至有些传记的东西 它可能它一辈子是精华就在那里面 你可能花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你把它这一阵的智慧完全可以吸收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然后你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去旅行 但你可以透过某些书籍 你可以去到不一样的地方 你可以有不一样的感受 那有些人生的体会 对不起我们就没有机会 某些爱情我们就没有机会碰到 但是透过某些书籍 你就可以去经历那样的事情 我觉得很过瘾 而且很便宜 回到我刚刚说的就是 我们认为很有共鸣 是因为你经常是从 你我一般的小人物的角度去书写的 这个是你的刻意为之吗 没有耶 就是我本来就是小人物啊 我本来就是一个 平凡家庭长大的小孩啊 对所以我所生命当中所经历到的 我周围的朋友都是很平凡的人啊 所以我比较能够从他们的角度里面去讲 看到的世界看到的事情 对所以每个创作者都有他的一些限制 所以读书很重要 真的 读书就可以帮助你 突破你自己的舒适圈 突破你所习惯的设定的角色人物 欢迎来看谢念祖的名人书房 请不吝点赞订阅